謝謝兩位,我們一起來舞台旁邊 一起來聽聽作曲人、編曲人 以及音樂監製舒文先生的點評 我們一起來去片 說回梵人舞曲 梵人舞曲,我想不算是一首 Pop Song 它是蠻 Progressive 的 所以我不可以用 Pop Song 的角度上去看 我反而是想如何改善這首歌 其實這些 Progressive 或這些類型的 Rock 歌 是有很多編曲的類型 很多東西給人聽 其實它是複雜的,但這類型的歌就是給人聽這些東西 所以它的歌詞 某些位置需要填 differently 我意思是不是要簡化它 其實現在你看這份歌詞 很多時候都是講一些 有些內心心積的轉化 如果要消化編曲和內心的轉化 比較多些 其實它不需要整首歌的所有位置都是這樣 例如,因為它既然那麼 Progressive 或者那麼 Surreal 或者叫做 A 段 或者頭 可以多些畫面 因為畫面觀眾一聽 就會更多想像 它走去畫面,配合編曲 製造歌的感覺 去到 Chorus 才講外心的一些想法 令到段數清楚一點 以及整個寫作會有更多的變化 同時它會令整首歌更有趣的消化 因為它不是在內心上講講講講講 它有些畫面 原來畫面會導致 Chorus 的結尾 我覺得這首歌是這樣的 可以改善這首歌給我監製一件這樣的事的畫 謝謝孫文先生的點評 我們一齊再次來到舞台中間 我們現在就有請作曲人填詞人 以及資深音樂導師李俊一先生 為我們進行點評,有請 好,兩位好 向曉智和羅浩晴兩位 我覺得這首歌是好歌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曲那裡其實有種激情 有種澎湃的感覺 整首歌我都覺得很流暢 這些都是好的地方 雖然我知道唱是不算分 但我覺得唱得也很好的 我覺得兩件事很合適 我比較有一點想法 其實我跟孫文的想法一樣 就是關於詞方面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輕了 因為它本身這首歌其實是一首 先說了曲和編曲 都是充滿了某種激情在裡面 我覺得當然不是說 整首歌寫得很沉重 但你要有這樣的部分 你才可以 會配合到這一個很感情的曲和編曲 現在感覺上那件事有一點輕一點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譬如說裡面有些句子 我覺得是可以 有些句是有一點病句 例如說 吸口氣活化現況 活化現況 這些就是有一點寓意曖昧 不是那麼清晰 舞蹤自尋定向 躍動生活拿瘡疤 不是說不明白的 這些東西都可以解釋到 但是如果我們 廣東話的填詞當然有它的難度 很多東西你要合奧 對不對 很多時候為了合奧 我們很多時候 有時候會犧牲了那個句子的 會令到 有時候句子會有一些 語言不太清晰 OK 但是盡量 我們盡量 做一個廣東話的填詞 現在絕對是困難的 但是我們盡量去做好這件事 但是整體上我自己喜歡這首歌 我覺得整體有種激情 看看怎樣可以再配合得好一點 那方面 OK 好,謝謝Jo Sir 也有請兩位到台下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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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